我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一旦离开了圣海 我就会变成彻底的穷光蛋 我拿什么保护你啊 就算你变成了穷光蛋 我也不会离开你 阿爷 我们一起面对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其中的险恶 本来我自己就已经如履不明了 我现在还要带着你 一起在刀尖上跳舞吗 结婚 我们只要结婚 困难不就迎然而解了吗 你为什么能把结婚想得那么简单 我现在面临被罢名 意味着随时会被赶出圣海 我拿什么向你求婚 你梦想中的婚礼 我拿什么给你 阿爷 我不管 不管是同甘还是共苦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愿意 傻瓜 我一想到蒋青城万一 再使出什么阴招 再让你跟着我担惊兽 怕陷入危险 我都心有刀割 结婚的事 你不许代替了 这个时候让你拿终身大事来交换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我还奔不顾身 但是我还奔不顾身 你的心不开玩笑 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 恰心心的想要逃 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 这才真的真正可笑 爱得太真 太容易让自己牺牲 太容易让自己成乱 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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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还不是你爸 步步相逼 我爸又怎么了 你爸爸 他刚才在董事会 拉着一半以上的董事 要罢免阿颜的职务 什么 阿颜在哪儿 他没事吧 你爸没有得逞 阿颜找到了一份亲子鉴定 证明了我是周冰凌的亲生女儿 我带着何律师到了董事会 宣布了周冰凌是我的父亲 我也说我很快要和阿颜结婚 阿颜将会成为我的丈夫 帮我管理深海 可是阿颜不同意跟我结婚 江泽怎么办 这可是他唯一的办法了 是吗 小萌 你是真不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住在阿颜家 是吗